哦 你们来了 晚辈 拜见左前辈与秦师伯 有劳你们久等了 不许在意 这地方不然难找 而且一般人根本到不了 刚才你们之前提前从天上逃离八经镇的 只能说是老夫太低估你们的本事 还请左前辈原谅 之前我们急于逃离八经镇 为了打开封界 只好破坏镇之风筑 结果封界因此崩毁 之后不知道连带造成多少损坏 在此先向前辈致歉 致歉 老夫苦心建造的八经镇 就这样被你毁了 紫耀风也在封界崩毁时受波及 严重损毁 暂时不能住了 老夫子的战役一句话坊之上 漂泊于江河之间 这都是百神小事你所知 你以为道额前出个了是吗 喂喂喂 主旋哥 主旋哥 你们搞清楚状况啊 当初是你先把我抓 掳人 把我掳到你家 奇怪了 我逃走 我好不能受困 我受困了 然后有人放我走 我当然要逃走啊 但要破坏啊 不然怎么办 你还好意思追究 你先掳人的 还在那边勒索 还能不能让我看看 你看看啊 你看看这种人啊 这种人就是可恶 反而还怪罪 他说道德签中的了事 明明是你虽然抓我的 你搞清楚状况 这玩辈 我家很大 玩乐的就躺着休息 没有关系的 当时老夫也是过于心急 这结果也不能全怪你们 反正你们也赔不起这些 不如那你帮老夫一个忙啊相抵 如果你帮老夫办成这件事 钱上都一笔勾销 你可同意 喂 哇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啊 大哥 那 路人勒索 你把我抓到你们家 这件事情怎么算 那奇怪了 真的是 左前辈如此大量 晚辈感激都来不及 岂有不同意之力 不过 你前辈请师傅之能 上前不能解决的麻烦是 你晚辈这不入流的身手 不知能否派来上用场 世间一物客一物 老夫休息的道家法门虽然厉害 但在这种胀气所化成的煞音血气中 却会威力大见 所以老夫不许夹销他了 这次还可以找你帮忙 晚辈认识一名前辈 也十分忌惮杀银血气 莫非他所修习的法门 与前辈有所关联 老夫修习的法门极其深奥 当今世上知晓者不过两人 你说的那个前辈 是不是姓孙 是个女子 左前辈说的一点没错 你也认识孙以凤 孙前辈吗 原来是她 她是老夫的同妹师妹 自从多年前返牧之后 她总是不忘记找机会 与老夫作对 牛子看来 你们掏出八斤 这也是出于她的指点 别罢 这回就算她硬 眼下还是得出于这一件事 沈小子 前头的山洞里 住着一只叫九丈骸魔的猪魔 领着一群巨猪 盘踞此处多年 吸取太荒 荒种为良 因此他所在之处 就弥漫着一阵浓烈的 煞音血气 不过他每一段时间都会脱皮 必须吸使人血 脑浆回复元气 使用他经常吓伤抓人 活生生存在 洞窟之内备用 原来如此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 会有如此可怕的药物 所以九前辈 要么帮忙除去这个药物 以绝其害吗 小姑娘心肠挺好 可惜老夫不像你那样 人心人念 老夫在襄阳有个藏性友人 骑士 骑士身怀 休息道术的绝佳天赋 但他少时到原位置 自在求取公民 并不愿怒老夫门下 这回老夫来襄阳会有 方之骑士厌倦患 患途 以持官返嫁 他前阵子突然开始醉心倒数 不但四处寻找修正念原之法 来听信传言前往 神龙顶新鲜求道 结果至今违规 嗯 谁呀 这个时候还没有看到那个 藏一风 他应该不是指藏一风 听左前辈这么说 莫非他是被 你猜得没错 他在此留下 痕迹还很清晰 痕迹是被巨逐带进洞里 不过那九丈海摩也十分精绝 马上察觉到了我们 为了不让他带着人子逃跑 我曾刚造型守在洞外 然后传言给留在画坊上的朔 叫他去找你们来帮忙 没想到平常大多敷衍了事 这回来倒挺卖力的 左前辈 皇甫兄弟找到我们 虽是出于凑巧 不过 这或许正是天意 要让您多一位门下高徒呢 就人要紧 我们这就准备前往洞窟里 训练那九丈海摩 不过那珠魔并非寻常妖魔 本身善于各种邪咒 他必定会在洞窟中设下种种布置 要闯进去 绝非易事 这些比较险佛带在身上 在进入洞内之后 能发现瘴气资源 就在这个铁上 尽量去散洞内的瘴气 不使当你们遇上九丈海摩 对不起 九丈海摩之后 或许能拿少一点地利之处 这妖恋并非等仙之北 绝不可掉以庆幸 作为前面提醒 我们背后都加小心 圣人 你們為何來此打擾本座 這裡不是你們該來的地方 因為你不當害了無數人的生命 還抓了不該抓的人 你只能怪自己作為固斷 好幫我們離來這裡 我在此修行多年 從沒看過零燈天雲如此強大的凡人 他對我的修為大有幫助 不過你們看來也不差 所以我未但不會將他交出去 還要把你們也全都留下來 要命別做夢臨死吧 是不是藏一封啊 我只能想到是藏一封 他應該不強吧 皮膚就很弱啊 perceived的 他應該不固定 還有一隻 每次都沒有 就是藏一封 蜜螺板塊 也許有衣服 wal酷 就算了 雷就比較不怕了 那魔眼死者還是比較強的 呃 海 我 生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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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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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子 你们做得很好 老夫非常满意 之前你在子秒峰做的一切 就此一笔勾销 多谢左前辈 穿了你的福 我们才得以顺利打尔子祖母 不过一度来这里 我们必会发现你要找的那位 多拜 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陈刚 跟我来 他看来气息平稳 这种祖母的迷障 或许体育证员有些折损 不过之后 脱家疗伤也应该无大 陈刚啊 以后 他就是你的二十例 昂仲仪 好好记住了 真的是常义峰诶 可是常义峰不是带修为怒斯门的吗 等一下 我想笑 然后连纪比较大啊 不过他有说的啊 他就是 就是仕途 他不去不去当官的 然后我自己前修一些道法 修为也就是说 好啦 反正他就是有学修学一些道数 然后被那个雷劲哥 都露斯门 对 几只遵命 左前辈获得高途 实在是可喜可贺 不过 这位常师兄看两岁的震撼 这边一直上个起不来 希望我们帮他回去吧 不用 刚刚有劳你们帮老夫解决了九丈骸魔 剩下的事就不用再多劳烦你们 让维刚来办便是 让维刚 配音没有改 从老夫多问一句 你们之后会回襄阳城吗 是的 晚辈答应过 像楚前辈与目前辈交代经过 有没有应该在客栈等候传唤 全员左前辈之情 读成远行 所以这回也得尽快返回襄阳城客栈 以免他们找不到人 原来如此 那么回头襄阳间 我们先走一步了 是 前辈请慢走 这世界里 似乎什么也没事 脚落一个小布囊 里面本书页已经模糊不清的道书 好像还有个黑色木质的领牌 合着三清五零字一样 啊 我想起来了 想起那个大人叫我找的东西 这或许是她丈夫的礼物 我得把这个带我去给她瞧瞧 你来的 三小只 若然一如星耀玉星的显示 身边的祝福 注定正临在你身下 更曾成就你命运的大业 闹闹得有机会在曲式中出一句分例 特说是渝泳龙年啊 姥姥的话 每次要乱葬一下 听得一头雾水 要不可以你有什么奇怪的猜事 要再下去办吗 哈哈 深小只 你还真是贵人多往事 我姥姥之前答应过的事吗 那个东西终于做好了 这个尊主的至高印记 将为你带来深渊的祝福 在你的道路上 与你酷药 帮助你征服强大的敌人 其中 深渊才是永恒的支配者 也是世间万物的主宅 你抽象这个印记 你善用它的力量 并不会后悔的 多谢姥姥 这个印记的确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大家会好好将上带着 相信一定会大有用处 那么去吧 深小子 让他很荣幸的认识你 记得跟随深渊的引导 然后不忘十四点听那个声音 然后有朝一日 才会在那里相见的 嘿嘿嘿 小伙子 记得是你 不愿就在你的脚边 你千万要小心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機倒卷 冰河掀石 畫香靈驚 雷銀破玉 只為新一 反倒說 啊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叫高任 啊前陣子來我這裡做客 這個高任是不是高期啊 他提起之前 一位尖皮狼皮 名叫森子劇的少年英俠之助 哎 好像不是 他說森少俠不讓本領高橋一起熱心好意 看到森少俠的時候啊 本官腦中冷冰一閃 雖然繼續 兼皮狼皮這個特徵 所以才大膽開頭問問 幸好森少俠的裝扮多此特別 本官才沒有認錯人 不一樣不同的不是高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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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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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饭不付钱啊 诶 猪套鞋啊 我们可是小本生意 信不起深刻施账 所以你之前签的账 还是先签了吧 小弟人手一向不够 可不想派人大老远去生物观收账 哼 你是进酒不是吃把酒吗 方掌柜 他的账由我们来付 不 不好意思 我只是和这位长官借了一件小陣子 只是不许你过问 我会自己出于妥当 诸师叔 我们空同派的门规中有明令规定 弟子不得靠着本门之名在外 仗势欺人伤扰百姓 赦账欠债等有辱失门之举 更是绝对不允许 哼 不知道分手的货备 我的事轮到你管吗 诗师叔 虽然身为晚辈 不应该以下范上批评师长 但看到诸师叔你如此违反门规 可说是本门名声于无误 诗师身为空同派弟子 却也不能不开口提醒你两句 诗师叔 空同派百姓原来 毫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清誉 诗师叔绝不允许 他回到一个刚入门不久的前辈手上 哎呀呀 姚妹啊姚妹 你不知道之后啊 你不知道之后发生的事情哦 你会很失望哦 我还是别说了 谁叫你要邀请他入门 我只能说 谁叫你要邀请他入门呢 哼 我可没弄牙心在这里踢 在这里踢你这个小背说脚 白痴子 刚才那句话 你就留到咱们师兄的面前再说吧 你这目无尊重的德性 得好好记住的 诗大哥 我真的很后悔 那那好心要他去找大师兄 若是让人平如死低夜之人 去去高居掌門之下的师叔滋味 空同派有朝一日 不一定会回在他手上 嗯没错 你说的没错哦姚妹 真的会回在他手上了 诗大哥我想马上回神武官 向师父禀告此事 姚妹这番心情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在前面的不是小轩子吗 太好了 总算找到神少侠与三师姐你们了 李师弟 真抱歉让你找成这样 我们之前有事去了城外一趟 刚刚才回到城里 正是 世尊和紫云派的穆师父 要邀你到神武官一叙 嗯 我答应过两位前辈的事情 自然要说到做到 如果晚辈没有遗漏的话 全部的经过应该就是这样 那两位前辈觉得还有遗漏 或是疑问之处 就尽管说 神少侠已经说得十分详细清楚了 真是辛苦你了 听过神少侠的经历 不经令人感叹 少天安排的奇妙 所以义父摔下无名鼓后 失去记忆 对他 可能是最好的吧 我知道的遗漏 或许可稳了莫言力 或许想法分支技术 但我真的不认为 他是个个性好杀戮的残暴狂人 嗯 有莫某所知 身无名这人 只为了对剑的执着而活 嗯 有莫某所知 有莫某所知 尸少侠 老夫可以明白你对身无名的父子之情 不过 或许你们注定该缘禁于此啊 说来奇妙 当初在望剑风中的地下密道中 晚辈不知是被什么迷了心窍 才会想把死尸旁的铁盒带走 多惯 尸少侠 所谓旁观者轻 从我们这些外人看来 霸剑似乎从一开始 就与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那就太好了 如果前辈愿意见告 晚辈自当正今危坐 席而恭听 我们空同 紫云 天玄三个门帽 三派的祖师 据说在之后各自创派之前 乃是师承自同一名前辈高人 并受师命 发示共同程序 传自上古的重大秘密 根据祖师们传选的说法 这世上三把乌双的神剑 分别代表天 地 人之地 为在将来决定三界的秘书 我们三派负责保护了上古秘密 就是其中两百三两把神剑 哇 那就是 九一天尊吗 跟霸剑吗 也就是说当初在还生解的剑走 有两把剑 的那个 两把剑的剑种 然后另外一把 当初我记得剧情是说是吃油的配件 还生解是这样讲的 印象中反正就是有另外把剑 另外把剑是九一天尊之剑 而第三把神兵 代表人之力的七银霸剑 哦不是 哦保管的不是霸剑 是另外一个 是他刚刚说应该是九一天尊剑 跟吃油的配件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霸剑 其中他在做命定的霸者 成为人士甄嬛 以电重电三境之之环 并且其微不遜天地恶剑 令其主能与天神弟弟恩庭抗礼 而此剑消失千余年后 当他与其命定之主重现于世之际 并且决定这人士能否存续下去的时刻 前辈说的这些话 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没想到霸剑的秘密 竟然肃及千年前的往昔 与人士的存续 神少侠 似及天地之广 苍穹之汉 千古之忧 人知是何等的渺小 自不可能 尽窥神书造化的一切奥妙 十八年前 先是与天玄 空同两派的仙掌门都还建在 当时老夫楚兄 与天玄门的傅青年傅兄 同为首徒大弟子 由于自由结识 我们常聚在一起切磋武艺 游历江湖 原来如此 在下所知道的义父 个性极为孤僻 这位父前辈能与他成为朋友 想必是位非凡之人了 他们的个性天差地缘 一个淡薄飘逸 一个狂放执着 却因为彼此对剑法的喜好 惺惺相惜而结为好友 原来如此 所以生无敏才会无方飞剑 虽然无方飞剑大家都会 然后大家知道他的天玄门确许没错 原来当年的义父是这样 也难怪人人闻其名而色变 就在武林对他头痛万分之急 北方的辽国却有了动静 义父他也去了那里 莫非他是为了霸剑 正是 他不知从何处得到了霸剑藏在泰山的消息 那时天玄门轻派而出迎战辽国人马 本门只留下妇孺仪 他找到百里夫人后便以性命逼他带路 来到这绝岭 升级好 鹭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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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数月之前 本派看守最森严的保护库 遭人闯入 经老夫清点之后 发现不翼而飞的 只有那个青黑色的匣子 原来如此 杨师兄姚妹他们 是为了追踪霸剑的下落 一路来到望剑锋必经之道的长兴村 晚辈依巴与杨妹相识 之后 才会一起闯进地下密道 命运的安排 真是奇妙啊 记得深少侠提过 那个黑衣人尸身怀里 有只黄金老鼠 著名的江湖飞贼 梁尚骁逆三 就是用黄金老鼠当幸运物 倘若真是如此 当初要他从紫云派 将八剑偷走的又是谁 于此 老夫不宜随便猜测 不过自从副掌门身故之后 接任天玄门掌门的二弟子白礼盛 是个心机城府极深之人 晚辈明白 这倒不必了 我真正的命运吗 沈少侠于此别想太多 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 是 晚辈一定会好好记住前辈的忠告 沈少侠 你与此无需多想 只管记住老夫的忠告 沈少侠 咱们的谈话就先到此为止 晚辈明白 沈少侠不须客气 沈大哥 你和两位掌门师傅谈了还真久 要不是聊过密探挑这时候来 你们说不定可以谈上一整晚 我们只是聊到投机而已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刚刚神武冠弟子前来传达敌人现身的消息 慕容冠主要各派弟子先到大教场周围的掩蔽处 集结待命 此刻神武冠礼必定各处门户紧闭 咱们不方便这时候出去 只能找些事打发时间了 我就知道 沈大哥一定会不甘寂寞 沈大哥 沈少侠 运输猜得没错 你们果然还是来了 该不会是双摇吵着 非要你过来一趟不可吧 师父 怎么你也学大师兄这样笑人家 原来如此 那就算老夫错怪你了 前辈不许客气 哦 刚刚朱师弟察觉到神武冠携手似有动静 所以就过去 可是 师父 我觉得他不适合留在我们空同派 卢师弟 卢师弟出身卑微 多少有些穷比式留下的恶习 是 不过既然朱 师叔 察觉到了动静 那么为防万一 弟子待会儿也与沈大哥他们一起过去瞧瞧 这倒无妨 弟子明白 请师父放一百个心 朱师叔 听说您 察觉灌里西边有动静 我们过来探个究竟 这个入口是 朱师兄的想法 正好与我不谋而合 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 好宽大的地道 想不到神武冠底下 会有这样的地方 虽然对面似乎通往更深处 不过这条路 只能到此为止 无法再往前了 原来朱师兄也赶来这里住阵了 不知朱师兄 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意思就是你们今日不会活着走出这里 所以不用往回走也无所谓 周冲 你们要打什么主意 倒也没什么 朱兄弟意外发现了这处机关入口 此刻各派人马都聚集在藏宝阁周围 没人知道咱们在这里 而在这地下深处不论发出多大声息也不怕有人听到 就算之后有人发现你们竟数沉思于此 你会当作是撩人高所所为 没人会想到我们身上 哇 在有诚幻见度你就用这一招 来提杀要来干掉高皇军想不到 那霸剑里面还来啊 啊也不看看自己伸手有多强 啊 哼 别叫你这个食指不保当一回事 留着你待在空同盘整天抓我的把柄 这二当家的位置 怎么做得稳 我好不容易交了好运 得到了今天这个地位 就算是得暗死暗算杀了你 我也不过随便交出去 周兄 周兄 虽然我们以往有过争执 但并不深仇大 非得这样以死相拼吗 我那不保当人看待的师父 没教过我什么人生道理 不过 记得他常说的依旧啊 若有祸患物 须及早根除 片刻的不可迟疑 这之后 必会后悔莫及 也不知道为何啊 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 而我很清楚 此刻我眼前的呼唤是谁 还有什么好说的 生子军 我一开始就看你们不顺眼 你们与生无名为 无与我作对 还在众掌门面前让我丢脸 不用手松 手中间在你胸后多大几个哭了 不能瞎我此刻 公子 这两人对我们怀恨已久 今日设下暗算 明着翻脸 他们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下了决心 飞去我们的幸运不可 神兄弟 这两人心思卑鄙险恶 我又对他们客气 其量这回他们只早上门来 让我来陪他们玩上基础 用我的枪法来试试他们到底有多少能耐 区区间恶小飞 何须多言 略是惩戒便是了 熊 咱们这就动手吧 你的多神意外 那还用说 就我先上吧 二打五 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有人 凑多种机关 哇有点炫炮 伴着突如其来的机关之词 咱们免去了一场恶战 不对啊 我想跟他们打 这两个废物 多谢蓝姐姐提醒 我会多小心的 我真是蠢 蓝姐姐刚提醒完就误出了机关 蓝姐姐刚提醒完就误出了机关 啊 萧姑娘 真是巧遇 居然是你 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 呃 这就说来话长了 萧姑娘你呢 我真是蠢 蓝姐姐刚提醒完就误出了机关 我们刚下到这里没多久 就遇上连续几道机关 我与庞长他们被石桥分了开来 只好 自己尝试寻找出炉 萧姑娘真是料事如神 一猜就中 这可奇了 我们是被人用假情报 又进这个陷阱里的 简单的说 五大派中有些人不太喜欢我们 于是想趁着这次机会 把我们也一起除掉 原来如此 所以你们算是遭了驰鱼之药 那么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嗯 我想的 与萧姑娘一样 是法秘露出去 与伙伴们会合 嗯 我察觉到赵鬼凶阵的气息 萧姑娘着实胆识过人 令我十分佩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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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如此信得过我 那就 请多多指教了 这迷阵中充满恶浊邪气 我的知觉多少受其所障病 不过你看来却是神智清明 似乎全然不受到这邪气的影响 原来如此 既然萧姑娘有此顾虑 这就交给我便是 请多多指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猜你不要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猜你能够的事 我猜你不想重点 你能够速到你 我猜你把你也不想重点 我猜你不想重点 你不想重点